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看我8月14號比賽的影片 預賽起跑 很精彩喔 Let's go 現在在列隊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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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自己好努力喔 我好棒 差不多了 快起跑了 起跑了 開始了 你看我起跑 起跑得不錯喔 有沒有 超不錯耶 喔 你看多少車過去 多少車 已經沒有任何一台了 然後你看輪胎要轉不轉 掉到最後一位了 大家都已經跑走半圈了 然後你看畫面為什麼沒了 因為那一天我想說我要早點按攝影機 然後把一些更多的畫面把它收進來 結果沒想到因為那一天很熱 攝影機熱當 所以好多場後面都沒拍到 我後面真的都很認真追 都嘗試一些我從來沒有坐過的超車 我回來一直想看 鼓勵一下自己就 這畫面沒有留下來 非常的可惜 但比賽就這樣 落到最後 你還是要堅持不放棄 就像我們現在錄影的當下 是8月26號 8月26號 周天成今天八強 剛剛八強 打到第三局 20比15落後 他救了五個賽末點 最後22比20贏了 是不是就是這樣 不能放棄 要持續追 喜歡一件事情也是這樣 跟各位勉勵一下 對吧 就是要持續 要繼續 不要因為就是 很渺茫了就不做 我們就是要 盡我們最後一分力氣 完整的完成它 好嗎 OK 這是我這一部影片 要跟大家分享的 還有就是 因為這一部影片 我從後面開始跑 我做了很多 來回的超車 跟一直不斷的 就是追前面 所以把我一些 例如說超車啊 追趕車的技術啊 那缺失不斷的放大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帶給我很多的是 我會知道我自己 技術缺陷在哪裡 而且我也找到了 我掃掃在哪裡 所以有時候賽用司馬 顏知非福 你雖然掉到後面去 但是你獲得的可能是 你更想獲得的東西 就像我永遠跟主祷告的 第一個就是 人車平安 然後第二個 才是技術進步 當然人車平安嘛對不對 第二個是技術進步 第三個才是拿到冠軍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拿到冠軍 都沒有前面兩個重要 人車平安最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技術進步最重要 結果這一場比賽 人車給我平安了 欸 讓我獲得技術 雖然被撞到最後面 但是我獲得了很大量的技術 很大量的資訊 給我一個 就是我覺得這也是我一個 新的跨越 新的跨越 然後 雖然最後沒有拿到冠軍 但是我給我自己 那一天 比賽評100分 因為我不放棄 一直追 雖然最後只拿到第三名 但是我覺得我很棒 我給我自己100分 好嗎 希望大家也都可以 同樣的秉持一樣的熱情 跟堅持 去持續同一件事情 OK 我們一起加油 好嗎 下支影片見 拜拜